又螺旋了 郑伯煦 他迁星空了 一年前和我一起选秀的那个人 如今已经成为闪亮的新星 而我还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他迁星空了 看了 停 那几个跳舞的 行不行啊 吃饱饭了没有啊 能不能跳 不能跳 给我滚 你会说话吗 怎么跟人说话呢 就吵吵吵吵 哎呦 不好黑色习惯 我这不是为了敢进度吗 这个跟进不进度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一 你作为一个导演 你一点都不专业 第二 你不懂得怎么去尊重别人 徐哥 怪我 怪我还不好吧 主要是我这有点着急了 怪我 你现在就跟他们道歉说对不起 咱们回头吧 现在就说 行行行 哥几个对不住了啊 咱们抓点时间 再来一遍 好不好 对不住 对不住 对不住啊 来 哥部门 准备了啊 咱们再来一遍 徐哥喝水 我不喝 不住了 咱们�子 咱们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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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你好 不知道敲门吗 没规矩 回来 回来 没事 杨真真是吧 欢迎你来我们星空娱乐影片 我是这儿的经纪总监玉红 这位是我们的启轩总监刘亦南 易总好 刘总好 坐下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杨真真 是小地方来的 我特别喜欢唱歌 小时候我妈说我还没 你不就是表达那个意思吗 有个当歌星的梦想 然后参加了很多选秀节目 第一轮就被淘汰对吧 我有一次经过二轮的 然后到二轮又被刷了对吧 没 没错啊 看来你还真的是很喜欢音乐 我不是喜欢 我是热爱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热爱 你再热爱我们这儿 也不如招歌手 我知道 我是来应聘起宣助理的 所以你就这样放弃了 自己唱歌的梦想 也不算放弃吧 就是参加过这么多次比赛以后 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没有天赋 就去当歌手了 就想踏踏实实干干活吧 但还是想干跟音乐相关的活 任何事情都可以的 所以就很希望来星空娱乐 你们公司的歌手 我都特别喜欢 你跟前面几个差不多 都是想混进咱们公司里边来 有机会还能唱唱歌的最最新 我就说了 这种啊选秀出来的人不能用 就得用理科上的 我大学学的计算机工程 就你的资料我刚刚都看过了 你这什么大学我听都没听过 什么计算机 你那个学的什么舞蹈唱歌 不用 不用这个东西好不好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全班第八名 我带了成绩单的 您可以看一看 就这么着吧 喊下一个 那谁呀 给我喊 你干什么把话说完 玉总 您要是真的愿意给我一次机会 我 我一定好好表现 还给您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惊喜 去去去去 什么惊喜 哪是这套啊 你别给我承受什么惊恐惊吓 惊慌失措啊 你快回去吧 一会儿会不会一堆人等着呢 你就是 我们一定会认真的考虑 你等我们电话好不好 还不去 看什么 你看 看见没有 这小姑娘都看见我的作品 多好啊 你干嘛呢 这还不够明显吗 说正事 你觉得这姑娘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 坚持不懈这个劲儿 适合去你们起宣布 起宣布皮儿得厚 这脸皮儿太薄了 不行 她要再磨我五分钟 没准我还在这儿收了 你以为所有人 都跟你似的脸皮那么厚 不是 你对我态度 能不能稍微那么 那么 下一个 下一位 十五号 跟我来 谁有空啊 帮我抬到摄影棚去 我帮你吧 好 这点 这都是什么呀 好 全都是服装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都还要来得起 Yeah Let's go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对不起 谁呀 你们是 不好意思 导演 我们是给虚哥送服装的 不知道这儿拍着呢吗 你们不能出别的门近哪 谁的人哪这是 我摔你 你什么感受 我刚刚跟没跟你说过 要尊重别人 你听不懂这两个字 还是你没学过 还是你妈没教过 你告诉我 不好意思 我忘了忘了 来来 赶紧扶下去扶下去 扶下去 看伤了没有 来 来 来 刘先生 来 来 来 休息会儿 大伙子您休息会儿啊 一会儿来拍 咱们再来一遍 许科 喝水 你就是知道给我水是吗 把手机给我 可是孙姐说 让我帮你保管手机 怕你乱发微博 我说我要发微博 让手机给我快点 可是我要是给了你 到时候我又要被骂 你拿着 走吧 好吧 我现在心情特别不好 别让我看见你了 行吗 小姐 放车 放车 徐哥 五家赞助商的服装都到了 一共二十三套 你要试一下吗 小姐 咱稍微能不能有一点演一架 郑布雪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打扰到你们拍摄了 你不认识我了 是我啊 记得了 不好意思 记不清了 我没心情